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亨三比起小黄人速度比不过 但技术和球路的理解绝不在小黄人之下 于是亨三和远度的碰撞 显得更加重技术和球路的对抗 比赛的精彩程度也非常高 我们就从精彩球入手 看看双方的表现 精彩球一 第一局7比8 杜鞭皆偷发下压 比赛一开局就打得很快 亨控网 杜鞭起球 比赛进入攻防 这球比较到位 亨选择半发力下压 杜鞭接杀挡网反控 阿三起球 攻防力转 接下来 远度连续的追打阿三 加中路 最终使用一个大调套路破局 这个回合 师兄看出了三个亮点 一是阿三的心态放得很开 敢于秀动作 面对追打 潇洒自如 高阶低挡 蝎子摆尾 印尼球员的自信 很大一方面就体现在面对压力时 挨打是挨打 气质不能丢 二是远度的进攻体系 明显针对阿三 这在师兄看来不是太好的信号 因为过于针对其一 就间接说明有点害怕其二 正确的逻辑是 该针对谁时就针对谁 而不是无条件的针对某一个 三是打掉套路的使用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如果对手手抢脚弱 打掉结合就是很好的破敌方案 先用速度把对手钉在原地 再利用突然的变速 拉开空点和分 精彩球二 第一局8比8 发接发第三拍 远藤抓推回抽对角 亨难抽直线 接着连贯变线 远藤回放控网 亨反控 比赛进入攻防 亨三连续追中路 加追远藤 远藤横稳 最终利用对角摆脱出去 攻防力转 远渡连续追阿三 阿三分球后来到亨一侧 亨接杀反球跟进 由下手变上手 对抽中远藤利用直线摆脱 阿三控网 远藤抓扑阿三反抽对角 场面精彩分层 杜边抛高 略微放缓了节奏 比赛进入第三轮攻防 远藤利用接杀挡网 反共拿回下压拳 最终阿三接杀失误 这个回合有四段密集的攻防 分别是 1.追远藤 2.追阿三 3.追亨神 4.追远藤 三人的防守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亨神和远藤的防守更高级 因为他们都通过反抢反控 由防倒反拿回下压拳 而阿三更多是硬防 少了反抢和反抢 精彩球三 第一局15比15 一开局 亨走中路远藤起球 比赛进入攻防 远藤一抽一挡和亨 形成往前对位 接下来远藤速度快 抢高点快分对角亨漏球 阿三不为继续控网 远藤依旧保持高速反控 亨继续反控失误 这个回合远藤的处理非常易力流 双方的思路都是一样的 通过控网逼对手起球 难得的是在速度上和手感上 远藤胜过了亨神 尤其是那派快勾远藤的发力无度都是刚刚好 球快不球贴网 典型的双打勾球处理方式 精彩球是 一开局斗亡 亨神战先 远藤摆脱对角 亨三连续追杜边 阿三借杀抽轮转 亨神继续下压 吊打结合 远渡跟得很稳 左右拉开消耗痕 亨神借一拍攻中路形成杀风后轮转 接下来 阿三连续提速 从正手杀到头顶 再杀到半场 一条龙解决战斗 这个回合就是一个攻防大战 印尼攻 日本防 首先说线路 开局一波 阿三主要追杜边和中路 接下来轮转 打了横闪 可以说 谁也追 谁也不追 第三波 阿三主要追中路加远痕 也就是说 场上能追的线路 亨三都利用了 且变来变去 让日本队的防守找不到针对性 第二面对远渡的刘皮唐防守 以及拉开消耗战 亨三的应对之法就是平反轮转 以及全发力半发力 不发力的下压连贯 第三 当组合陷入困境时 阿三靠个人能力爆发霸气抢门 在师兄心目中 阿三是一个具有草莽气质的球员 决心就是一把利刃 夺不可夺 取不可取 配合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就靠个人能力解决 打的就是气死球 精彩球五 低局20比20 关键球一开局远度压得很凶 亨三拉开防守 远藤追亨 亨抽 冲篮 一气合成一块打块 场面弱中有序 双方连续的控网与反控 最终亨分球失误 这个回合 双方又是围绕 网口激战 精彩的控与反控 最后的分球 亨神失路没有问题 只是轻重没拿捏好 精彩球六 第二局7比8 一开局 双方斗中路 连续插网 阿三起球 接下来亨神接杀转抽 接封转抽 再连续封网 形成反制 杜边抛高 亨神攻 又是闪打为主 落点飘忽 节奏多变 杜边背晃 倒地起球 阿三轮转 霸气补刀 解决战斗 这个回合更多让师兄 见识到了亨神的个人能力 首先是防反 从下手变上手 从后场到中场 再到前场 一步步完成攻防反转 接下来的是后场的个人能力 不像阿三那种一条架速服务 亨神更多是利用落点和节奏的快速切换 爽开对手 精彩球7 第二局10比11 发阶发 阿三占优 杜边起球 接下来亨三杀风 一直一血 相持中 远藤第一手分球摆脱 攻防力转 杜边吊打结合 阿三一直一血 过掉了远藤 杜边不畏摆脱 亨三抓直抽鞋 形成抽风 阿三补刀得风 这个回合又有三个亮点 一远藤的分球 远藤的这种低手处理很少见 也很精妙 二 阿三的一顶一推 尤其是这排阶调抢推对角 打乱了对手的连贯节奏 三 亨神抓抽反抽 这排球不给对手调整的机会 不降速的同时变现 在远藤落位前压迫导致其回球不到位 精彩球8 第二局12比17 一开局 阿三起球 杜边杀 亨接杀转抽 跟进反抢 杜边抽对角摆脱 阿三不畏过渡 远藤突然抛高对角 亨提速蓝杀蓝掉 杜边倒地摆脱 阿三补刀 接下来双方都放飞了字幕 亨神连逊高难度摆脱 最后远藤低手分球 打回往前斗瓦 阿三挑球输 这个回合有点打成表演赛的味道了 师兄的一大感觉是双方都擅长防守 所以一旦场上的节奏不是绝对的快 双方都能做出非常多精妙的摆脱 大家更多在线路上和手法上更高下 总结 一 亨三打远度的心态非常好 可以说在享受比赛 松弛的状态下能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到上限 神仙球平出 二 面对远度组合的拉开摩擦 亨三多轮转交替 发力半发力不发力结合耗得住多拍 三 亨三祖国进攻落点多变 有套路但没有固定套路 不会固定的追某一个球员或某一个点 四 在后场的得分点上 亨德拉和阿三都具有单打独斗的能力 团队不能解决的问题靠个人能力去解决 五 发接发强势 不给对手打多拍的机会 好了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希望对喜欢双打的球友有所启发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亨三和远度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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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